- 现在已经在新厂了 现在已经完成check-in 然后我觉得今天人有点多 然后刚才我还迷路了吓死人了 而且安检也排得超久 然后再加上他们机场今天好像又有点故障的东西 所以有一大堆人都找不到正确的方向 然后包括我也是 我本来还打算在这里剪一下片的 不过现在应该是没有时间了 我现在已经在准备boarding 这一次是我第一次去美国 我看上面说大概要飞七八个小时左右 所以其实我还蛮兴奋的 然后我这一趟会先飞纽约的JFK机场 那之所以会先去纽约呢 是因为我在来英国读书前 在台湾不是在教画画家教嘛 然后那时候就认识了一个台美国籍的家长 自从我来英国读书之后 他们就疯狂地邀请我去他们家玩 那我在纽约的三天两夜 就会住在他们家这样 那我们就在纽约见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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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已经到这个之前家教学生的家了 然后我刚才到的时候就太累了 所以我就先睡了大概三个小时 那现在是美国的晚上快两点 可是因为有时差关系 所以我现在有点睡不着 而且我刚才在来的路上发现 美国竟然有7-11 可是我朋友跟我说 美国的7-11跟台湾都比起来是非常多的 但我还是想去看一下 因为英国没有7-11 所以我明天起来之后 就走去附近的7-11逛一下吧 那大家晚安 明天见啦 早安大家 现在是美国的早上7点 然后刚起床 而且我现在的时差整个是乱掉的状态 因为我不是从英国来吗 所以现在就 我也不知道到底是过什么样的时间 然后我现在要走路去 在他们家附近的一个7-11 可是现在天气有点热 我光走了 现在走大概十分钟 我已经开始在流汗了 已经很久没有这种走路的时候 有点流汗的感觉了 希望他们的7-11有冷气吹 希望他们的7-11有冷气吹 你来看我现在已经满身大汗 因为真的好热啊 我觉得美国不比台湾还要凉 然后我刚才进去那家7-11 但是7-11好像禁止拍照 所以我就没有拍太多照片跟影片 然后我觉得虽然他们都叫7-11 为什么美国7-11给我的感觉比较像是 我在这边逛的那种正常的超市 就只是他把名字改成7-11 而且我觉得他们的价钱 其实不比英国便宜耶 甚至比英国还贵一些我觉得 就像我买了一杯这个小杯的咖啡 跟一个这个Kinder的巧克力 就花台币大概200块左右 就觉得美国人还蛮友善的 就是我刚才走在路上 有遇到几个美国人 然后他们都会跟我说Good morning 或者是跟我就是微笑点个头之类的 好然后现在我要再花30分钟走回 我的学生他们家 我刚才回到我的学生家长他们家 然后他们已经起来了 可是因为今天是工作日嘛 所以他们就还得工作 所以我就请他们推荐给我一些 在这边比较市区的地方 天啊 这太热了 他说这个图书馆周围呢 就是这边最热闹的地方啦 而且这边好像还是有学校 给大家看 天啊 有一种 在看美剧的感觉 终于看到了这个图书馆了 在这边 我的妈呀 现在实在是太热了 所以我必须休息一下 大家看我已经开始在流汗了 那我刚才看了一下 这附近的bubble tea呢 是我的学生他们推荐我的 可是他十点半才开 现在才 欸咻 现在才刚满十点 天啊 希望快点开 我快热死了 在那边 том厅 特别热死了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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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喝完了 Bubble Tea 我觉得那家其实还蛮好喝的 好像叫Ballage Tea 但美国的东西真的挺贵的 那一杯Bubble Tea花了 七块多美元 就是大概两百多块台币 比我在英国喝的Bubble Tea还要贵 我感觉我好像已经逛的差不多了 就是他们的市中心 小小的没有很大 所以我现在就在这边乱晃一通 怎么感觉好像每次出国的行程 一定会有一个乱晃一通 哈啰 大家早安 我昨天后来的行程都是跟我的学生他们家一起 所以我就比较没有去录影 然后今天呢 因为我的学生家长他们今天刚好要去 纽约的市中心的他们的office去上班 所以他昨天就说可以顺便载我进去市中心里去逛逛 那我昨天啊在这个纽泽西这里乱走了一个下午嘛 我觉得这边的环境真的很不错 就是马路都超大条的 比起英国或比起台湾 这边的马路就是非常大 但我现在讲话很小声 因为现在才早上大概六点 然后他们还在睡觉 我跟他们是约了九点 然后他们要把我载进去市中心里 真的太期待了 我刚才本来是想要先去附近的一个万博 就是台湾的那个bubble tea牌子万博 然后他在美国这附近也有开一间 所以我刚才在网上看到之后就马上开始查要怎么来 结果来了之后发现他十二点才开 那现在呢就是坐在这里等吧 然后吃个蛋糕 待会十二点再去喝万博 哦 哦 我自己來玩這個攤影 現在呢我要走這裡的一個單位 我發現這個家子教的學生 他媽媽就在社館 有認識一個 裡面的學生 所以他都可以幫我打到一個免費的票 然後你可以用這張票 你看我三個館子可能夠三個 然後 之後你會喜歡這個料理 然後我以為你改裝了 我問一下 K.A. 我跟你們大家一起做 我會不會做到 所以我會不會做到 我會不會做到 看著我看著我 看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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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大家早安 現在已經是我來美國的第三天 還是第四天的早上 那我今天要離開紐約 就會離開我的這個家教學生他們家 然後現在講話還是很小聲 因為他們還在睡覺 我覺得這趟來紐約呢 其實讓我收穫挺大的 就像我昨天去時代廣場 然後站在那個廣場的正中央的時候 然後就讓我想到 其實我最一開始打算出國留學 然後我的夢想國家是美國 但是因為美國它說是你要讀的 那個時間長比英國來的長很多 所以整體算下來的話 在美國的開銷會比英國來的多很多 所以我就沒有辦法負擔 然後最後再選擇英國 但是我昨天在那個時代廣場中央的時候 我就突然覺得說 我不知道欸 就覺得有點為自己感到驕傲的那種感覺 因為雖然自己當時 能力還不足以去來美國留學 然後選擇英國 但我其實一點都不後悔 因為我覺得這就是人生嘛 然後 你不可能所有發生的事情都順你的意 可是呢今天我可以透過不同的方式 然後通常是透過自己的能力 就是我自己賺錢啊自己工作 然後踏上這一片曾經是自己夢想城市的地方 我就覺得說 有一種很感慨的感覺吧 所以我覺得大家在生活啊 或者是在追求自己的理想的時候 可以不要去害怕說 自己想像的這件事可能會達不到 因為只要你是一直不停的努力的在做一件事 然後朝你的夢想前進 那即使最後完成夢想的那個方式 不是你最一開始想像的那樣 那你在這個過程中學習到的一切啊 我覺得都會比你的成果要來的更加珍貴啊 那今天的影片就在這邊結束啦 希望自己未來還可以有機會再來紐約玩 掰掰